因应即将在5月21号及5月22号登场的国中会考 在全市市立学校实施实体上课与远距教学融合后 金融市长林二昌宣布 从5月11号起到5月20号 金融市17所9年级学生一律采居家线上课模式 降低应考学生染疫风险 以免影响到学生会考权益 学校的快赛事件 我们也跟教育部做了反应 所以昨天晚上的时候 这个教育部有播发了9300多计的快赛事件到教育处 那我们也会立即的播发给各个学校 那特别针对学校的教职员工 这个有确诊或者是区隔的一个需求 快赛的一个需求来进行配发 另外今天跟大家报告一个最重要的一点 也就是我们率先在全国实施实体跟这个线上的融合上课的教学 这套的一个模式其实现在包括有一些大学都已经在做这样子的一个运用 那所以我们另外在今天呢 特别针对的就是国中9年级 就是我们9年级的学生 因为在5月21号 这个他们要开始国中会考 那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们跟教育处还有全市的校长来 国中校长来做讨论 我们原则上从5月11号到5月20号 我们希望学校原则上采取远距消学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大概是10天的一个时间 所以学生不会因为这个你可能未来 这个有可能确诊或者是被鞠隔的这种状况 影响到国中的会考 所以我们跟所有校原长达成一致的共识 我们本市这个9年级的一个学生 从5月11号到20号 我们原则上采取远距的教学 至于基隆市疫情状况 5月5号基隆确诊个案数是924例 已经连续两天下降 对于现行防疫重点 牛昌强调主要在减缓病毒传播速度 避免确诊数暴增 以维持足够医疗量人 并能让民众正常生活 我们从过去的一个清零 到现在大家都知道与病毒共存 所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一个工作的重点是 怎么样去维持老百姓正常的生活 不要因为这个疫情 确诊人数快速增加 然后大家又要去封闭一些场所 或者是餐厅不能饮用等等 那怎么样让这个确诊人数 虽然是增加 但是是以一个比例和缓的增加 避免国外这种 这个等比急速型的这种指数的成长 然后让整个医疗还有社会的一个体系无法附和 所以维持正常的一个生活 然后政府机关的正常的运作 让大家呢 要买菜有的买 然后要搭车有的搭车 要到政府去办公有的办公 现在就是维持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另外就是说相关的一个这个措施呢 我们都是在减缓病毒的一个传播 所以现在大家要做快筛 或者是我们之前积极的做PCR的一个筛检 就是希望让病毒的一个传播的速度 不要那么快 那基本上看起来这阵子是成功的 不管是全国大概都是以这个20%到40%的一个比例 在成长 那我们金融部分大概是6%到25%之间 所以基本上是一个等比例的这种幅度在成长 没有像国外这种这个急速的一个成长 指数型的成长 那这样子我们整个的一个医疗的体系 能够负荷 然后整个社会的一个体系 能够正常的一个运作 社区筛检站部分 从3月27号设置后 累计已经筛检破10万人次 另外专责病床整备情况 目前金融市专责病床增加到191床位 收治了96床 空床率为48.7% 记者张祈腾金融报导